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件事实 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空气 充满着各种的化学毒素 嗨 大家好 我是Dr. Rebecca 其实今天要跟你分享 就是解毒 排毒的重要 其实我们都 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件事实 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空气 充满着各种的化学毒素 今天其实你不要化学毒素的话 你真的要离开群众 就到身上去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的 因为有太多的化学毒素 我们天天不在吸 就是摸 就是吃 就是喝 所以要健康真的是太难了 除非你天天懂得什么叫解毒和排毒 所以中杰西博士为什么是解毒的先锋 就是因为他从以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能够保持如此的年轻最重要的灭解就是他懂得解毒和排毒的灭解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解毒排毒这么重要呢 第一就是因为如果解毒排毒真的做得很好的话 当他能够做到深入细胞的解毒的话 有一点就是看到脏腑就没有这么大的负担 所以脏腑没有这么大的负担脏腑才能够操作 如果脏腑里面比如说肝脏或者充满着油 或者充满着化学毒素的时候 肝脏要做他的工作就比较困难 或者心脏如果有很多的油包着的话 这个心脏的负担会太重了 当他把它解掉他的毒素的时候 心脏就能够放得更好 而且血也是 如果有太多的血毒的话 血根本跑不到 而且很浓稠 是很毒的 而且血一旦跑不好的话 血液一循环不好的话 身体就各样的切氧 就有很多各样的问题就要产生 所以要健康吗 记得解毒排毒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要解毒排毒 能够切保营养的吸收能够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营养的通道都已经被塞住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说 他虽然吃了一些营养品 或者好像有很正常的生活 吃了各种的食物 但是还发现到他身体还依旧的不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营养吸收不够好 所有的通道都被捞住了 这样子的话 最好的方法要省钱的话 就是确保你真正的做一个深入细胞的解毒和排毒 那么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营养吸收就可以增加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解毒排毒很重要 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细胞身体的免疫力增高 OK 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 为什么呢 整个细胞对这个药物的敏感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你看他们吃药 越吃越多种药嘛 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药越来越不敏感了 身体需要越多的药才能够支撑得住 这是不对的 如果身体很越健康的话 他的药物一点点就有效了 所以当你做了一个正确的解毒排毒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所需要的药物就不会再增加了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长期吃药的人 他一定要解毒排毒 这样子的话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 药物呢控制到最好 而且甚至可以减轻 有这个点还真的 还有呢解毒排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什么 解掉疾病忧患的疾病 就是隐患里面隐患的疾病 因为很多人会常常见到我们说 你知道吗 突然间重视一张病 或者突然间这个重视一张病 或者突然间有肝脏的问题 或者有癌症 其实他不是突然间的 他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 所以你要身体不要发病出来呢 你真的要把这些毒素赶紧的解掉 让身体能够恢复他的健康 如果身体不能够恢复的话呢 器官不能恢复的话呢 这个病呢就会出来了 所以要健康的话 你一定要做很正确的解毒排毒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才能够真正的保持你更加的健康 所以这一点 我想你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做 那么还有一点呢 为什么要解毒排毒呢 就是能够让细胞可以什么 当他的化学毒素各样的毒素 身体的毒素解掉的时候呢 身体的细胞才能够很快的再生 因为营养吸收更容易 细胞的操作更容易 身体的教育更能够做工 身体的免疫力更强的话 那么细胞就能够再生 这样就能够帮助身体恢复的更快 如果哪一方面 比如说哪一个丈夫有受伤的话 有问题的话他能够赶紧的恢复 所以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天天的解毒和排毒 所以这一点我想要跟你分享 希望这个底你能够做得好的话 你不只能够年轻 你还会脱离疾病 而且呢 你也不会更严重的 你的病不会到后期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病人 在32岁就死于心脏病 或者是死于癌症 这一些太普遍了 所以希望这个能够帮到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问我们的 请你维M我们的血缘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 每周都新闻的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